252 東方日報 淺草酒店招蓄容蘇白人疏散 2015年7月27日國際A25 本部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旅遊景點淺草一家28層高酒店 昨日下午起火 濃煙沖天 蘇白名住客緊急疏散 消防出動撲救 幸無人受傷 淺草豪景酒店頂層冒出濃煙 互聯網圖片 而餐廳廚房起火事發於當地時間下午12時40分 淺草豪景酒店屋頂霧出大量濃煙 衝上半空 在遠處都可以見到 所有住客或職員疏散 到酒店大堂集合 再往酒店外站備 消防派出15輛車撲火 當局懷疑為處26樓的餐廳廚房市起火源頭 不排除月主食用具和空調設備有關 酒店位於淺草的中心 非常接近旅遊景點雷門 酒店發伍 酒店夫人 酒店發作 香酒店 mar Перв